他来了他来了 被粉丝万人血书崔刚的死亡陆下2终于来了 想想前两天那无数的私信 群里游街式的崔刚 甚至还有粉丝以跳楼威胁小妹更新 唉怕了怕了 小妹只能熬夜写出文案 没办法必须闯粉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上一部的结尾 女记者安吉被拖住了黑暗中 公寓外的警方无法得到公寓里的消息 于是派了一个医生和四个特种兵进去查看 特种兵身上戴摄像机 方便记录公寓内的情景 五人进入公寓 立即发现了满地的血迹 还有楼梯栏杆上被扯断的手铐 医生看了几眼 随即摘下防毒面罩 几个特种兵也摘了下来 医生非常肯定地表示 病毒是透过血液与唾液传染的 特种兵小队的队长有些怀疑 但医生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 队长不得不服从命令 一些人顺着楼梯往上走 结果一个人影也没看见 他们毫发无伤地来到顶楼 打开了顶楼的房间 这里和之前一样 摆放着各种仪器和文件 还有一些小孩失踪的新闻报道 医生很快就找到了录音机 录音机还是热的 显刚刚被用过 医生正准备打开来听录音 特种兵们就找到了阁楼的入口 可惜 他们没在阁楼里找到有用的线索 突然 楼下传来了一阵巨响 特种兵队长 以为公寓里还有幸存者 于是不顾医生的反对 让其中一个队员下去看看 队员小心翼翼地来到声音发出的地方 只看到一台唱片机在运转 关掉唱片机 队员正准备撤退 这个暴走的女人张走就要 被队员开枪拘捣后又爬了起来 队长赶紧带着人下楼 可这一次病毒传播的速度极其迅速 被咬伤的队员立刻就暴走了 见到其他人后 就扑上去准备来一口 混乱中 医生竟然念起了圣经 奇怪的是 暴走的队员立刻就安静下来 队长赶紧把人关在了房间里 医生在门上插了把刀 挂上一个十字架吊坠 这才松了口气 但队长却很愤怒 因为他们都猜到了 医生肯定隐瞒了什么事情 在其他人的追问下 医生不得不说出实情 十几年前 有个葡萄牙女孩 出现了被恶魔附身的现象 于是 一个神父就把女孩带到了这里 一边观察被附身后的生理症状 一边研究出解除附身的解药 可惜 这个神父失败了 后来病毒爆发 那些暴走的人 全都被恶魔附身了 医生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情 是因为他就是一名神父 他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找到女孩的蓄业样本 带回去继续研究出解药 虽然特种兵小队 已经折损一人 但队长还是选择继续搜寻 他们发现 当初研究解药的神父 抓走了很多小孩去做实验 有个队员听后十分暴躁 队长开始安抚 突然 暴走的小孩顺着天花板爬走了 大家追了上去 看到被打开的阁楼门 特种兵举枪射出了天花板 这时候 众人看见 上面掉了一个东西下来 阁楼上掉下了一个尸体 神父上前查看 从衣着打扮上可以猜出 这就是当初负责研究 附身解药的神父 看样子已经死去多时 被打破的天花板上 还有一个通风管道 特种兵队长让一个队员上去查看 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小冰箱 冰箱里放着一根试管 正是神父要找的血液样本 队员拿了样本赶紧往回爬 就在这时 幸好队员眼急手快 把暴走的孩子们关在了铁网对面 拿到解药后 队长只想赶紧离开 可神父去表示要检验一下 他把半管雪倒进了小碟子 再拿出十字架念了几句圣经 血液立刻有了反应 转眼就燃烧起来 看样子 这就是神父要找的血液样本了 也就在这时 尸管里剩下的血也燃烧起来 特种兵手一松 唯一的一管血液样本就这么没了 神父那叫一个气急败坏 他表示要重新找 在找到样本前 没有人可以离开 结果一行人刚准备下楼 一个男人从楼下冲上来 特种兵想也没想的就开箱击杀 还把男人从楼梯上扔下 于是 神父几人就看见 楼梯上站着几个正常人 他们又是怎么来到公寓里的 几人追到楼下 结果之前不知道跑哪里去的住客们 一起出现 追着神父几人又抓又咬 一个落单的特种兵用光了子弹 躲进一间厕所里 把最后一枪对整了自己 另一边躲过危险的特种兵队长 表示要离开 可没有神父的声音口令 警方是不会放人的 与此同时 之前在楼梯出现过的几个人 也正试图找到出去的办法 几十分钟前 三个年轻人正在隔壁楼顶放烟花 却被突然闯入的一群警察赶走 三人觉得有什么热闹可以看 就试图前进公寓里 录一些视频 同一时间 一个中年男人 试图进入公寓 找妻子和女儿 一个消防员 则想去找自己的同事 五人都顺着附近那条下水道 进入了公寓 结果他们前脚刚走 发现这条路的警方 就汗死了出口 现在他们都出不去了 杰人跟着中年男人 来到了二楼 在这里 遇到了中年男人 已经抱走的妻子 杰人合力控制住 发狂的女人 年轻人往他嘴里塞了个烟花 女人开始不受控制的 亮相离开 只留下了一道道亮光 消防员试图向屋外的警方求救 可他刚一露头 就被警方用狙击枪 打伤了耳朵 几人不敢在窗边待着 只好朝公寓内部前进 可中年男人转眼 就被特种兵干掉 剩下的几人逃跑的过程中 看到了一扇挂着十字架的门 门内传出小女孩的求救声 消防员打开了门 结果只看到被感染的特种兵 消防员试图控制住特种兵 三个年轻人中的女孩 捡起吊在地上的枪 在大家的催促下 女孩扣动扳机 消防员成功领了盒饭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这个消防员实在太惨了 他没被抱走特种兵咬死 反而被女孩一枪抱头 抱走的特种兵愣了几秒 这才反应过来 向女孩发动攻击 好像这一次女孩没有打偏 一枪解决了趴在身上的特种兵 这边危机刚结束 神父和特种兵循着枪声赶到 其中一个年轻人的手臂 刚刚被咬伤了 于是神父和特种兵 把年轻人控制起来 另外两个年轻人 也被关进了其他房间 与此同时 走廊的另一头出现了一个人影 对方一步步靠近 竟是抱着试影机的安吉 特种兵队长仔细检查了安吉 发现他确实没有被感染后 这才放下心 安吉告诉神父 他见过第一个被附身的那个怪物 就在公寓的顶楼 为了获得续业样本 神父不得不重新回到顶楼的房间 安吉告诉他们 只有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 怪物才会出现 果然 肉眼看到的场景 和摄影机夜视镜头下拍到的场景 完全不同 吉人在夜视镜头下找到了一扇暗门 打开之后 发现了一个新的房间 在这里 喜人发现了一个水池 队长正要查看 水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把队长拖了进去 因为打开灯后 水池就会消失 所以他们只好摸黑搜索 就在这时 摄影机拍到了怪物的身影 安吉连忙告诉剩下的人 只要不出声 怪物就不会察觉 他们摒弃宁神 果真没有被怪物发现 可公寓外的警方 许久没有神父的消息 便通过对讲机呼唤他 声音吸引了怪物的注意 关键时刻 安吉一枪打爆了怪物的脑袋 吉人这才躲过一劫 安吉让神父赶紧下令离开 可神父却不同意 他还需要怪物的血液样本做研究 说什么也不肯走 结果安吉被神父惹恼 抄起家伙对着神父一通狂扁 神父被打倒后 安吉拿枪对准了他 到现在还坚持拿着摄影机的特种兵 连忙劝了几句 结果就被安吉一枪打死了 安吉坐在神父的身上 嘴里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谜底终于揭晓 之前安吉被拖入黑暗中 却很快又逃了出来 被怪物嘴对嘴喂了一只虫子 然后恶魔就转移到了安吉身上 从一开始 恶魔的目的就离开这栋公寓 在神父惊恐的目光中 安吉抓起神父的头狠狠砸下 又拿起对讲机 用神父的声音朝警方说 死亡录像2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聪明的恶魔 已经获得了降临世间的机会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想必不难想象 死亡录像的后两部 仍有安吉的镜头 有机会的话 小妹会给大家分享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